大家好 今天做一個豆腐酥牛肉飯 是一個碟頭飯來的 十分鐘就完成 我的頻道除了有素食介紹 還有講素食的餐廳 介紹素食材料 有講自閉症的話題 隔鐘船有淘寶開箱 請你免費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是收口仔媽咪 這裡是材料你可以截圖慢慢看 這個酥牛肉是在甘薯葉買的 用冬菇粉也都開了一些水 稍後就用來煎湯 今天做一個碟頭飯 用豆腐、素的牛肉、青椒 你自己喜歡什麼顏色都可以 還有一些發邊豆 因為想有綠色但我又不用蔥蒜 還有一些金菇 包裝好的豆腐就可以放在雪櫃 隨時可以用 因為街市那些通常放一天都很快會酸 將它晾乾水 我用了一些發邊豆 今天做這個碟頭飯 其實有點像麻婆豆腐 不過我不放辣 加多些顏色的蔬菜 有時下午想煮一個一送的碟頭飯 很方便 你自己選一兩樣自己喜歡的蔬菜 加一些放急凍櫃的素肉 有少許豆腐就可以做到 主要加一些青椒都是想有些顏色 還有我兒子很喜歡吃青椒 很多小朋友 都不是小朋友 我兒子都15歲 很多人都一般的青椒 但可能我兒子自小就吃習慣 所以他都很接受那些重味道 現在有這麼小的迷你椒賣就方便 一餐煮一粒就只有兩粒就 可以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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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先把豆腐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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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香菇水 但这个是用来埋芡的 加入生粉的 先开定一个 然后加入甘菇 红椒我会最后加 加入豆腐 豆腐停干的水 然后我会加入冬菇粉开的水 因为我想有汁的 这个是用来拌饭的 所以我要有多些汁 就用来这样煮了豆腐 你们看水份够不够 如果你想多些就再开多些 最后先用生抽 老抽 糖 生粉 埋芡 如果你觉得你喜欢这样浅色的 都不用加那么多老抽 加了老抽就会深啡色 看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如果你喜欢浅色可以用生粉埋芡 在这边加糖 生粉埋芡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喜欢深色的 你就可以去生抽 老抽再拌下去 这样就会让它颜色更加深 滚了之后我就会加上红椒 接着埋芡就可以了 现在就加上胡椒粉 接着我就可以埋芡 埋芡下一点 一来你要控制颜色 或者不要太稠 你要试味 每个冬菇粉也不同 每个山抽的咸度也不同 一定要试味 OK 那便完成了 最后我调完味后 就是这个颜色 我就觉得咸度刚刚好 这道菜真的很好吃饭 大人小孩也对的 如果你都想把你煮的素食 和我一起分享的话 你可以在Facebook搜寻我的组群 接着和我分享你煮食的笑片 希望你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